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當我們對他們提出之前的通知 他們才表明他們是勾會成員 其實我們並不清楚誰是勾會成員 誰不是勾會成員 我們只知道大約二十個左右 甚至他們到底成立的公會沒有 我們都不清楚 他不知道誰是副理事長 重點是我們其實早就給了公司幹部的名單 但是他又說如果他知道副理事長是誰 他早就之前那個副理事長了 他是不是說法自己很前後矛盾 他一直都是在解雇工會裡面的成員 副理事長我們說實在我們沒討論誰是誰 因為我們連哪些人是工會我們都搞不清楚 這個我們並不知道說有這個特殊性 如果說有特殊性 早就可能很早就之前 不需要等到現在 我們公司今年大約 我們公司的政策是每年 這個 跑牌大約 五個人 總共一千多人 那今年總共大約 之前的近五十個 那空服員佔五個 那我不知道醬有沒有成分性 應該在比例上是差不多的 應該在比例上是差不多的 我們是採取就是說 是發考機的方式 但是我們今天被之前 惡意之前的七位員工 裡面的 裡面 不乏缺少 那種拿到優良空服員的人 所以何來考機不好之說 原本原定在今天是 那個要辦的記者會 其實在 昨天我們的副理事長 因為他們都是在 上週 吳玉錦接到電話 被被之前 所以說他們 就是 在這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就有馬上去找公司 因為都沒有接到公司的接觸 那他們希望說 可以看公司有什麼說 他們到底是什麼原因被之前 那副理事長他們得到的回應是說 公司希望公會再釋出更多的善意 那也因此 公會昨天緊急的開會 那我們也在 下午緊急的取消 我們這一次的記者會 那我們並且有跟 就是社會大眾 還有包括董事長 那張剛偉先生說 請他在11月2號以前 如果說 如他上榮的記者會 說得要與公會聯繫的話 那請他趕快答 跟我們的理事長 昨天 他們已經有派人 來寫商 那我們第一時間 我們都跟他們談 但是 他們說 他們在2號 是不是 說要我們限時 限時 然後先派什麼人 去跟他們談 第一個 我們也不清楚他要談什麼 因為該給的都給了 我也不曉得他們要 他們到底要做什麼 在延伸到之前 5月我們17位 控服員被值錢 但是是因為公會 因為輿論的壓力 他才讓我們回到公司 那我們當初跟公司協商 所有的條件 他說他都做到了 但是事實上 其實並沒有 他說他每個 每兩個月要跟我們 勞資 雙方坐下來好好談 但是事實上 是我們回到公司 他從來沒有好好 跟我們坐下來 談過這件事情 公司有和公會寫 就是簽約 那那個簽約是說 每兩個月都會和公會寫上一次 那公會也從5月到10月 這中間其實也不斷的釋出說 我們很需要跟公司談 因為陸陸續續有很多會員 個別的勞資這一案件 但公司這邊都是不回覆的 所以我認為 就是張剛偉先生 他提到說 公會沒有跟他們接觸 那件事情其實是不對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 回到說 我剛剛回應他說的 公會前面不知道是誰 其實公司一直不斷的想要知道 公會的會員有哪些人 那幹部是誰 那我們在前一陣子 也把我們公會幹部的名單 也交給公司那邊說要請公將 那但是 他現在又在今天說 他不知道公會的政府理事長是誰 那甚至說是要 如果知道是誰的話 一定會解雇他 那我覺得他完全就是 驗證了他說的話 因為他也如實的把我們的政府理事長 給解雇了這樣 因為公司可能加入了很多 那他們有代表性 那我們公司 我們通通答應了 那就幾個人 那幾個人我們也不知道他們代表在哪裡 那常常講他們的權力最大 那其他的我們 扣掉這20個人 其他我們1000多人 都去死好了講來念念 我們都沒有權力了 我並沒有想要去 毀謀或者是破壞這個公司什麼 我只是覺得我們應該得到我們應有的權利 就像我們之前在公司 我們請一天特休 他要扣我們的非家時數 這件事情是因為公會 才讓全公司所有的組員 拿到請特休不會扣非家這件事 那麼公司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明明就知道他自己是非法的 是因為有公會的存在 他才會敢扣來說 好他現在請特休不扣薪 他是不是都變相在打自己的臉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非法的 所以他才會這麼害怕公會 我們從成立公會到現在 其實遠東航空企業公會 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只是把遠東公司裡面 內部過去那些都違法的事情 把它弄成合法而已 我們都沒有要求再高於 高於法的東西 如果說我們今天答應 那我們今年我們認為 考機不好的五個人 是不是同樣要回來 什麼都是要公平 什麼都是要公平 今天不是因為你參加公會 你就享有特權 那其他人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他們一個 非常嚴重的錯誤觀念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有很多人是不知道他自己被 不管是資權或是解雇的原因 那我們會希望說公司 可以好好的說清楚 並沒有說所有人的 所有的那個解雇錯 公司想要做的那件事情 都是非法的 對 但是他不知道什麼樣的處理 做什麼樣的這個會議 這二十人不斷在鬧 不斷在鬧 不斷在鬧 屢次想要癱瘓公司的航班 我不懂他們的 他們的相信力在哪裡 我不懂他們為什麼有這麼大的權力 可以對公司這些主管 予取予求 為什麼我對人心失望 為什麼我對人心失望 大家知道當時空服員的訴求是什麼 增加福利 第一個是增加福利 第二個是要我們空服處的主管 也就是盧副總還有經理 下台 我為什麼覺得對人心失望 因為全遠航的人都知道 盧副總跟我們經理是一個 在全公司是最善良的 氣質最好 最美的空服員 所以我們公司訓練出來的空服員 很少在業界有說服務不好 可是今天 盧副總對這些空服員無歸不治 結果這些人為了自己的私利 這少數人為了自己的私利 居然抹黑他 說要他下台 那因為遠東航空空服處 最高負責人盧副榮 他自己曾經在公司對內表示 他就是要解雇與公司裡面不同的人 那我覺得他這種惡意解雇造成人心惶惶 導致沒有人會加入公會 因為他們都覺得 可能下一個解雇的就是他自己 我們想要真正好好坐下來 跟公司面對面坐下來談 但是因為公司一直不願意給我們機會 但是也許 我不希望社會大眾就是對我們的觀感 是我們在吵或者是在鬧 但是其實我們並沒有 我們真的透過一個很善意的管道 然後呼籲遠東航空出現 然後跟我們坐下來前面對面 但是他至今還沒有跟我回應 這些人裡面 很多都遲到啊 不守機率等等 我再跟各位報告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我們當時之前的這十幾個 也發了值遣費 那取消資遣 我請教 資遣費開開小文 針對這件事情 確實我們在五月的時候 我們收到公司的回認 那我們在五月被資遣的時候 我確實也收到了我們自己的資遣費 那因為我們在調解的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要求我們歸還資遣費 那事實上我也覺得 資遣費是否有歸還的必要 但是他這樣子惡意資遣 讓我們一個月沒有工作 難道他不應該賠償我這一個月的損失嗎 而且並且他一直都不承認說 他是非法資遣 那如果他不是說他非法資遣 他為什麼要付我資遣費 第一個有遲到 然後不守機率 我已經提了 我請教這記得的朋友 那你資遣費他的回應交回 那你覺得他有沒有守機率 有沒有守公司的規定 那個理事長是被開除 他不是被資遣的 因為他半夜跟另外一個空間 潛入這個公司 大概是將近12點左右吧 然後用公司的資源去影印 然後去這個在公司的去亂塞別 每個人的私人的抽屜 等等等等 這個都入營存證 所以這是嚴重違反公司的規定 所以他是開除 9月1號 我們要搬進高雄澄清湖會館 的時候 我們組員陸續住進去 那也有反映了一些問題 因為住進去的時候 他的外面全部都是圍籬 裡面也都還在施工 很顯然 這個就不是一個適合 居住 我們組員居住的地方 然後呢 再加上我們去求證 去跟向公司的高層求證說 消防安檢到底有沒有通過儀式 那上面的高層在9月26號回應我們說 消防安檢確定已經通過 叫我們放心 那在9月29號的時候 我們公會這邊收到一個 高雄市消防局的來函 他說 我們住的澄清湖會館 確定是沒有通過消防安檢的 貼在布告欄上消防安檢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確實是事實 但是 我覺得身為一個公會領事長 他不應該讓他下面所有的組員 知道他自己每天住在什麼樣的環境裡面嗎 再者 我覺得他並沒有對外宣布說 消防安檢會通過這件事 他只是尋求一個內部的管道 那基於那個布告欄 是因為每天組員大家在報道前 都會去看的一個區域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快可以讓組員知道 他們自己身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裡 他說我在亂塞垃圾或者是 他覺得這都是對公司沒有用的東西 那麼請問組員在他們自己的抽屜 發放跟公司完全無關的東西 就表示這些東西是垃圾嗎 少數 二十個人 絕對不能 影響 一千多人的公司 絕對不能影響三萬五個 這個是最基本的訴求